欢迎您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中国房地产市场并种下猛药 多个城市取消住房限购政策 VOA松人 中国华东又有两大城市星期一 9月11日起 全面取消当地住房的限购政策 以重振几乎已陷入冷冻的房地产市场 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复苏向上 中国人口第二大省山东省的两大城市 济南和青岛是在辽宁沈阳和大连 江苏南京 广东东莞和佛山 浙江嘉兴等地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政策后 跟进采取这一措施的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星期一发布通知 济南市对当前房地产调控政策措施进行调整 是为保持该市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支援刚性和改善性购房需要 进一步提振市场信心 取消二环以内的立夏区市中区区域购房限制 同时 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后即可上市交易 济南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通知说 济南市一年前曾调整过房地产限购政策 对二环以内的立夏区和市中区的住房实施限购政策 此次解除限制后 济南全市的房地产限购限售政策全部被取消 青岛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也发布通知 星期一起向市南区和市北区移出房地产限购区域 全市取消房地产限购政策 此外 对住房上市交易年限也做了修订 商品住房取得不动产权证书即可上市交易 仅仅在上个星期另有三个大城市 江苏省会南京 辽宁省会沈阳和大连 率先成为全面解除房地产买卖限制措施的首批大城市 而像浙江嘉兴这样相对规模较小 但房地产行业在经济中占比相对较高的小城市 则早已开始全面解除购房 受房限制政策 房地产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支柱 在中国经济中的占比高达四分之一 圈地卖地也曾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来源之一 但是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提出住房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口号 增加民众购房的限制 并收紧银根整治房地产开发商普遍的高额债务以来 曾经如日中天的中国房地产行业一下子坠入谷底 不仅销售滑坡 一泄千里 而且出现流动性危机 步入或濒临违约的险境 解除各大城市购房受房限制式中国政府 为振兴房地产行业 从而推动整体经济复苏向上的最新措施 在这之前 政府对首次购房者购房贷款利率 甚至是已经购房者的贷款利率实施了调降 中国央行也已作出决定 自2023年9月15日起 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两个百分点 即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从现行的6%下调至4% 这是中国监管当局为应对经济持续低迷和房地产债务危机 而于近日连续推出的一系列稳定和刺激经济措施中的另一项举措 外汇存款准备金率指的是金融机构交存央行的外汇存款准备金 与央行吸收外汇存款之间的比率 下调这一比率可以释放更多的外币 增加外汇市场的外币供应 今年5月以来 随着美国基准利率的持续攀升 人民币贬值压力明显增加 给处于全面低迷的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风险 央行外汇存款准备金率下调预期将对缓解人民币贬值压力 产生一定作用 涉嫌间谍的逮捕引发了对英国对华政策的质疑 金融时报 最近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引发了对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担忧 这起逮捕事件引发了关于哪些部长知道逮捕事件 以及是否已纳入英国对华外交政策的问题 人们还担心那些可能与被指控的间谍接触过的 批评中国的议员和活动人士的安全问题 英国政府因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而受到英派保守党议员的批评 而其他人则认为与中国接触是为了了解和影响中国的行为是必要的 英国还引入了新的国家安全权力 以限制北京在关键行业获得影响力的能力 人们还提出了对议员和活动人士安全的潜在影响 以及对透明度和案件处理的担忧 中国称间谍指控是完全毫无根据的 我不是中国间谍 这是与高级议员有关的研究人员说的 英国独立报 一名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的议会研究员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并试图警告他人有关中国所构成威胁 这名研究员与托利党议员艾利西亚 杰恩斯和安全部长汤姆 图跟哈特有联系 他于3月份被逮捕 但他的逮捕消息直到最近才曝光 他因接触官方有关敌对国家威胁的警告而受到调查 副首相奥利福 道登称中国是英国面临的首要国家威胁 并表示有充分理由加强对中国活动的监控 这名研究员在外交事务委员会的一份 关于英国面临的安全问题的报告中被引用为专家 他与那些接收关于对抗情报机构活动的机密信息的人密切合作 这名研究员坚称自己是无辜的 并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强调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 西方国家急于应对中国电动汽车的威胁 金融时报 英国汽车行业受到宝马决定 在牛津工厂投资6亿英镑8.24亿美元生产电动mini车型的推动 在疫情期间 由于工厂关闭 零部件短缺以及一些制造商将业务转移到国外 英国汽车生产下降了40% 英国脱欧也是一个关键因素 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迪亚迪将其首个欧洲工厂排除在英国之外 将其归咎于脱欧 比亚迪是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销售商 预计到2030年在欧洲销售150万辆车 特雷莎、特拉斯领导保守党呼吁将中国列为对英国的威胁 英国独立报 一群保守党高级议员 包括利兹、特拉斯、伊恩、邓肯、史密斯和伯纳德、詹金 呼吁财政大臣李希、苏纳克将中国定为英国的威胁 原因是一名议会研究员因涉嫌为北京从事间谍活动而被逮捕 这名与保守党高级政治家有联系的研究员于3月份被逮捕 但这一消息直到最近才公开 伦敦警察厅正在进行调查 苏纳克证实 外交大臣在最近访问北京期间提出了对中国干涉的担忧 瑞希、威瑟斯鹏揭示他的米色旗帜 这很奇怪和恶心 英国独立报 瑞希、威瑟斯鹏在接受NBC新闻日报联合主持人新来 埃萨木瓦的采访中谈到了他的米色旗帜 这个词是在TikTok上创造的 指的是恋人的不寻常习惯 既不是积极的瑞奇 也不是消极的红奇 威瑟斯鹏透露 他自己的米色旗帜是他对虫子的病态着迷 以及他愿意触摸任何虫子或恶心的东西 威瑟斯鹏将自己的兴趣归咎于 他是个女孩子气的女孩 没有姐妹 他还谈到了对他人意见的不关心 以及随着年龄增长重新评估有益的重要性 敦促部长们公开他们首次得知 涉嫌中国间谍活动的时间 英国独立报 英国部长们面临压力 要求他们披露 他们何时首次得知 有关中国间谍活动在英国议会的指控 并且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英国财政大臣李希 苏纳克坚称 外交大臣詹姆斯克莱福利在最近的中国之行中提出了中国干涉英国民主机构的问题 并在G20峰会上加强了这一点 然而议会议员们质疑是否需要在三月份一名议会研究员根据官方机密法被逮捕的报道公开后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才提出关切 副首相奥利福道登在下议院拒绝回答时间表的问题 只表示首相和外交大臣经常与北京的对应官员提到中国的干涉问题 这名涉案研究员坚称自己完全无辜 并一直致力于揭示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挑战和威胁 欧洲太阳能行业警告称 中国进口可能导致破产 金融时报 欧洲太阳能行业的增长受到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产品的威胁 据行业贸易组织Solar Power Europe称 该组织在至欧洲委员会的一封信中警告称 中国制造商对欧洲市场份额的渴望已经导致太阳能模块价格自今年一月以来下降了超过四分之一 该信还警告称 廉价进口产品导致一些制造商面临破产 中国占欧盟太阳能进口的75% 凯西、格里芬指责丹尼、马斯特森的名人支持者 英国独立报 喜剧演员凯西、格里芬在回应阿什顿、库彻和米拉、库尼斯支持丹尼、马斯特森的争议时 谈到了他的恋童匹兄弟 这位演员因20年前强奸两名女性而被判处30年至终身监禁 库彻和库尼斯是50位为他的品行作证的人之一 格里芬分享了自己的经历 说他因试图让他的兄弟被逮捕而被家人排斥 并强调了如果有人意识到性侵犯采取行动的重要性 脱利派否认推动禁止某些学生上大学的行动 英国独立报 一群名为新保守党的议员 为限制低分学生贷款的提案辩护 认为这些人更适合从学徒制度中受益 议员们认为 成绩最低的学生往往选择不会带来研究生水平薪资的学位 该团体还呼吁对那些未达到目前薪资门槛的人 实行每月最低还款额为45英镑的要求 这些提议的改变每年将节省18亿英镑 可以用于建立类似德国的学徒制度 在达美航空航班上发生腹泻事件后 玛格丽特·乔讲述了她的故事 英国独立报 女演员和喜剧演员Margaret Cho 分享了自己在飞机上拉肚子的经历 此前一起因一名乘客严重腹泻 而导致航班返航的事件在网上走红 Cho在TikTok上分享了她的故事 解释说气味太糟糕了 附近的人以为飞机出了问题 许多评论区的人说 这是他们的最糟糕的噩梦 Cho在上周一架Delta航班 一名乘客复泻而被迫返航后 受到了启发 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 乔·拜登的漫无目的的演讲 被白宫工作人员打断 英国独立报 乔·拜登在越南的新闻发布会 被白宫工作人员突然中断 引发了猜测和批评 美国总统此次访问越南 旨在加强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易 和合作伙伴关系 其中包括越南航空与波音之间 价值75亿美元的飞机交易 在新闻发布会上 拜登否认美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持续的冷战 并表达了他希望与中国建立 基于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关系的愿望 拜登此次访问越南可能会让中国感到不满 因为中国是核内的重要合作伙伴 护士对美国医疗系统的愤怒批评在网络上走红 英国独立报 一名护士在TikTok上公开谈论了 美国医疗保健系统的不道德性质 来自圣地亚哥的莱克斯 辛克利表示 在这个极其不道德的医疗保健系统中 要成为一名道德医护工作者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举了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家医院的例子 该医院被指责将患者留在寒冷的外面 而不是安置在庇护所中 辛克利呼吁解散以盈利为目的的医疗保健系统 并批评社会项目的削减 法官听到这位96岁男子犯罪的原因后 决定不将其送入监狱 英国独立报 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 因为得知一位96岁老人超速的原因后 因宽恕他而走红 这位老人解释 说他是为了带他63岁的儿子 去医院做与癌症相关的血液检查 卡普里奥法官感动不已 撤销了这个案件 并赞扬这位老人对家庭的奉献 这段视频在TikTok上分享 用户们被法官的善良所感动 这一事件发生在之前的一个走红时刻之后 当时卡普里奥法官在得知一位男子的经济困难后 为他支付了罚款 卡普里奥法官是电视节目被困在普罗维登斯的主角 现场观看 林赛霍伊尔就中国间谍指控发表声明 英国独立报 一名未被确认身份的议会研究员 在被怀疑为中国间谍而被逮捕后 否认自己是一名中国间谍 这名男子通过律师发布了一份声明 称对他的指控夸大其词 违背了他所坚守的一切 这名男子与另一名个体一同根据官方机密法被逮捕 在逮捕后 李希、苏纳克在G20峰会上质问中国总理李强 指责中国对民主的不可接受干涉 官方机密法惩罚被认为对国家有害的违法行为 挪威情报机构表示 被捕的外国学生案件严重且复杂 美联社 一名25岁的外国留学生因涉嫌使用各种技术设备 非法窃听而在挪威被逮捕 挪威情报官员将此案描述为严重且复杂 这名男子的身份和国籍尚未披露 他于周五被逮捕 并被判处四周的预审拘留 调查处于早期阶段 嫌疑人尚未接受审讯 挪威此前已将俄罗斯 中国和朝鲜确定为重大情报威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使用 都可以通过电邮